好了,又是我未來和大家想玩玩具的環節 近期都買了很多玩具,起碼有超過40盒以上 今天想和大家玩的這一隻 我個人覺得是叫美版SHF 都不為過的一個系列 就是這個系列 我第一次做白老鼠買的就是 墮天地獄獸 後來我也追上這兩隻 我們來看看它是美版獨佔的一個系列 開箱看看 這隻墮天地獄獸給我的感覺有以前 DRC加Figure Wise的影子在裏面 配件方面 兩支槍和一對替換拳頭手加主體 先拿出來 入版是沒有出過這個系列的 它是美版獨佔的 主體放在這裏面 我們來看看這個手型 拳頭手 都沒有什麼好介紹 都是標準類似SHF的構造 為什麼我叫它做美版SHF 呢? 就是因為它的構造真的和SHF 很接近 兩支槍的構造是一樣的 這支槍可以安裝在這裏面 它唯一有一個可惜就是 另外這支槍 不能安裝在背部 這四條竹鬚都是可動的 沒有以前的DRC那麼容易弄斷 我個人覺得是 設計上是有一個優勢 唯一最大的敗筆就是尾巴 尾巴是固定造型 我們來看看 先看看頭部的那支槍 左右力沒有問題 這條竹鬚是 硬膠加軟膠 其實都算是硬膠 樣子其實都很美 真的很美 一隻DRC 不是DRC 這個系列 尾巴的車輔 我買的是12元 一隻MX 都大約30-40元 這隻的價錢 性格比率高很多 就是這樣看 這裏就是球形 首的那支 我覺得最缺陷就是 這支洞位 太外露 撇除這個問題之外 這隻墮天道手 其實沒有什麼缺陷 這裏就是早期的1.0球形關節 這裏就是這樣 這裏也是球形 所以我認為玩起來 很像一色車符 而且比例跟一色車符差不多 他拿著悟空來做對比 對比 其實比例剛剛好 因為正常應該是 度天道手是高一點 玩起來的構造 更加有些接近Figure Wise 那種感覺 算是平替版的DRC 如果DRC大家覺得貴 可以買這隻度天道手 我個人極度推薦 這隻腳扭動 我個人覺得是 非常之好 看得出來的構造 是為了跟Figure Wise 區分開 更加接近鞋子寶 那種設計 我個人覺得是頗漂亮 另外一個缺陷就是 這支槍 它拿不緊的 這支槍 是裝甲狗 卡在這裏 時間問題一定容易跌 撇除這個問題 話題之外 其他都沒有什麼缺陷 大概就是這樣 好啦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 拜拜 拜拜